世界卫生组织7月6日表示 在当前的疫情中 58个国家报告了6000多例猴斗病例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在日内瓦的一次虚拟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该联合国机构将再次召开委员会会议 就在7月8日开始的一周 或更早宣布疫情为全球卫生紧急情况提出建议 在6月27日的会议上 该委员会决定 这次疫情尚未成为卫生紧急事件 疫情在通常传播的非洲国家和全球范围内 都出现了病例上升 欧豆通常是一种轻微的病毒感染 会导致流感症状和皮肤损伤 自5月初以来已在全球蔓延 在以往的疫情中 目前传播的这种病毒的致死率约为1% 谭德塞还对世界各地新冠肺炎病例的增加表示担忧 在疫情尚未成功的疫情尚未成功 因此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 在准备 嗯